好像一直到6 总共会有6到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 他说将投影片大小改为标准的 所以特别注意 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投影片的大小 标准的话现在都16比9 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宽萤幕的电视 哪怕你是50寸、60寸、甚至100寸 其实现在好像都几乎走16比9 或者16比10 甚至更宽的萤幕 可是问题 以前老旧的像有些投影机 投影机现在还有很多是4比3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做出来投影片是16比9的话 你带投影机一波 奇怪怎么上下都是黑的 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明明投影机这么宽、这么高 结果你只有用到横向的东西 上下好像就变黑的 看起来有点怪 所以如果将来你们要秀一些东西 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投影片的大小 当然你要怎么设置 预设是16比9 可是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第二到底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一样 我们找到刚刚PPA0 是因为我们刚刚存档了 接下来如果你要变更它的投影片大小的话 请你记得在哪里 在这地方的话插入一定不可能 在设计 因为如果你要相关的设定的话 都会在设计里面 设计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设计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投影片大小 从这边去做调整 OK 接下来的话你点选它之后的话 它的预设你会发现宽萤幕 因为现在的比例大概都16比9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设置它的4比3的话 你就点选上面这个4比3 你一般现在是宽的 如果点选标准的话 他会问你说你是要怎么样去安排 因为它等于是本来是宽的 现在要拉长的话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最大化像这样子 还是说你要确保最似大小 所以一般选择会是这个最似大小 你会发现它本来是宽的 现在就变成4比3的 它的比例就不一样 等于是4 应该是这边是4 这边是3 如果宽萤幕的话就变成16 16比9 16比9的话变成说它是变切这样子 甚至16比10可能多一点 上面还多一点点 大概是这样 就像说你们现在在照相的时候 他有问题说你照相相片 是要宽的还是要标准的 标准的话应该是4比3 所以有时候你照相照出来之后 你把它拿到荧幕上面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奇怪 怎么它变成左右变成黑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也许可以再调整你的比例部分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新旧装置会有这种投影片 就是比例上面的不同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完成的第二道题 第三道题的话就是什么 编辑第一张投影片 他说第一张投影片要做什么 把这个什么呢 套用版面配置 所以关键的字 那么你们可要看懂那个关键字 版面配置 所以这个A的问题 只要你把版面配置改成标题就可以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找到副标题 所以你要看到主词是副标题的内容 然后修改为什么 点选标出的地名 这个叫自己打字的 主标题副标题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投影片 所以按照他的题目需求 第一张投影片在这里 第二个的话就是做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记得在哪里吗 应该是常用里面有没有 常用里面有没有版面 有没有OK 里面的话请你改成什么 改成标题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看懂他的题目 其实他答案就在他的题目当中了 只是说这边同学会有问题 就是因为你对PowerPoint的 里面的功能不熟悉 如果你熟悉一看 点点OK了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证照 我去考试发现 真的他就是考你熟练度 因为我对这个环境其实还蛮熟悉 所以他一出现什么 我马上点点了 就OK就对了 那就可以通过考试了 就大概是这样而已 OK 所以我就点选标题 你会发现主标题在哪里 主标题就这一个 副标题在哪里 副标题就这一个 OK 所以主标题副标题 他说副标题里面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副标题他说 把它的内容 意思是内容 内容就里面的字 改成什么呢 点选标出的地名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打这几个字 点选标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切到中文 点选标出的地名 OK 点选标出 OK 就这几个字 OK 就这样而已 那么就完成了 主标题 副标题 OK 所以以后你要看懂 那个题目到底在问什么 我发现很多人 没有看题目就照我的方向做 最后考试的时候 题目给你 你还是看不懂 因为你只知道照我的方向做 但你都没有去看那个题目 所以你可能也就不知道说 将来如果出现什么讯息 要该怎么做 我是建议各位还是要慢慢读懂上面的文字叙述 OK 第二跟第三OK了 再来的话 就是再来就第三 三支 A三支 B B的话 他说什么 要把这一个投影片 这个投影片 这个投影片在哪里 这个投影片在104的题目档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104的题目档里面有什么 Taiwan Map 他说把这个投影片里面的所有图片贴到简报的第一张投影片 OK 然后图片的位置必须跟原来的一样 OK 然后再来就是做超连结 我们先来把这个档案打开 打开 他就这个 所以实际上里面所有 我觉得他这个题目好像设计的不OK 因为明明里面只有一张图 他还写所有的怪怪的 你明明就一个人 你们所有的人明明就一个人 所有的人 你听到你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不管 反正这个是他语意上的问题 把这张投影片的这个图复制到一样的位置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 Ctrl C 复制 或者按右键复制 贴到哪里 贴到第一张投影片 在这里Ctrl V 贴上就可以了 那位置 如果你是Ctrl V 贴上的话 他一样会放在一样的位置 这样就OK了 你就不要去动它 你不要没事再去调整它 不用OK 贴上就完成了 再来要做什么 就是做超连结 意思就是说 这边不是有什么 做超连结 超连结上面的话 那我们还要怎么 你会发现好像有东西是没过去 我懂了 OK 我误会他的意思了 原来看起来是一张图 可是实际上 它上面还有这小图 所以 怎么办呢 所以更正一下 千万不要误会了 OK 这把它抵辑得掉 我回来刚刚这个地方 记得所有的图 所有图选取有几个方法 你要不就是按Ctrl键 一个一个选 要不我记得好像另外一个方法 在哪里呢 如果你要把它全选的话 你可以到常用里面 有一个叫选取功能 这个功能 不论是Word,Excel,PowerPoint都一样 选取这边有个全选 我看一下 这个功能OK 如果全选可以的话 那这样就全选 可以 OK 或者甚至你可以在这边 有个什么 选取窗格 选取窗格 你也可以从这边做选取也可以 这上面都可以做选取 然后我把它全选 所以全选 然后你可以复制 复制一样的动作到哪里 到我们刚刚这个 我们的PPA104把它贴上 好,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然后再来做超连结 所以刚刚如果你漏掉 你贴上面没有九份 没有男装等等的其他的标签 OK 按右键你可以插入超连结 这边有个超连结 或者是说你可以插入 这边好像有个超连结 OK 连结到哪里呢 连结到这份文件的位置 选择哪一个呢 抽影片2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他只要点选这个图之后 他就会去连结 我的习惯是按右键超连结 或者你可以从什么 插入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超连结的功能 两个方法 我好像感觉好像按右键比较顺 不过没关系 按确定 这边按右键 右键有个超连结 这边好像比较快一点 OK 两个方法都OK 主要是你要把简报快速的做出来 分别就是一个 连结一个就可以了 按右键超连结 超连结 按确定 最后的话 再把它按一下 投影片播放一下 点一下这边 九份了 只是说没有上一页怎么办 这边是不是有个上一页 这边可以上一页 点一下 变成说你可能要点下面这边 他跳到 上一页变成是上一页不对 所以应该是点下去 我看他好像没有回下一页 回前一页不对 查看也不对 所以 这个地方我们待会设置什么 如果点了之后 可以回到第一章主页的地方 不过这个可能要设定一下 请各位试一下 第二题跟第三题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